第3人技巧 其中有一個方法叫做第3人技巧 就是我不問你直接 像我剛剛問說我不問你 你有沒有用盜版但是我問你 你的朋友使用盜版的比例有多少 這種叫做第3人技巧 第3人技巧 the responding is ask why a third person does what he or she does or what he or she thinks 所以我不直接問你 你覺得這個怎麼樣 那而問說你的朋友 你的誰 問別人他會怎麼樣 他會怎麼樣來想 這種叫做third person techniques 他們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調查 他就說這個愛瓦 愛瓦州就是我們讀書的那個州 那個州就是非常典型的 比較保守的 因為他是一個比較農業 農業州 那他們有一個 Iwapol 愛荷華詢問 他們就做了一個調查 他就問愛荷華的州民說 請問一下你會上天堂 還是會下地獄 我想請問同學 請問你會上天堂 還是會下地獄 認為會上天堂的請舉手 認為你自己會上天堂的請舉手 只有三個啊 你認為你自己會下地獄的舉手 只有你一個人要下地獄 太孤單了吧 為什麼 因為地獄感覺比較多慘多姿 地獄比較變化多姿 好 所以呢 類似像這樣 如果我們就直接問愛瓦瓦州的州民說 請問一下你會上天堂 還是會下地獄 百分之九十幾的愛瓦瓦州的州民都說 他會上天堂 我會上天堂 好 那同學都比較客氣 剛剛只有少數幾個說他會上天堂 但是愛瓦州民呢 都覺得他自己會上天堂 但是呢 他又問說 請問一下你的鄰居呢 會上天堂 還是會下地獄 你的鄰居 你的鄰居啊 會上天堂還是會下地獄 結果呢 請問一下你的鄰居會上天堂 還會下 你的鄰居會上天堂呢 請舉手 只有一個啊 好 你的鄰居會下地獄的請舉手 很多人都會下地獄 好 所以愛瓦州的州民說 他的百分之三十的這個州民說 我的鄰居絕對肯定一定下地獄 好 所以你看這個誤差就大概百分之三十了 所以這叫做Third Person Technique 好 不直接問你 但是我說你的朋友會怎麼想 好 一呆比較敏感的這個題目的時候 好 我們會有這樣的一種傾向 好 所以這個是 呃 可以降低誤差的方式 好 那這裡有一個非常經典的Third Person Technique 的一個研究 好 這個是很經典的 我們就利用第三人的這種方式 好來進行這個研究 這個研究呢 是 欸 這個研究是1950年 那個賣這個雀槽咖啡呢 他們要推出這種激容咖啡的時候 好他們所做的一個Third Person Technique的一個研究 好 那剛開始咖啡呢都是要用煮的對不對 好要不然就要滴滴滴 後來他們想要推出那種激容咖啡 好就泡一泡就可以喝了 不用在那邊滴啊不用在那邊煮很方便 但是他們不知道消費者會怎麼樣來接受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研究 那這個研究裡面呢 你可以看喔 他就說現在有一個採購單子 好 這個中間呢是一個採購單子 有一個婦女呢 他就拿這個採購單呢要去超市買東西 好 那這個採購單裡面有什麼 他買了一磅磅的漢堡 買了兩條吐司 買了一袋的這個紅蘿蔔 還有買了一罐這個Baking Powder 就是我們做麵包的時候要那種發粉 發酵的那種粉 另外 有兩個 有這個兩種採購單子 好 上面這種粉紅色的全部都一樣 好所以他買了發酵粉 還有買了兩罐的這個Pitch 灑罐頭的這個桃子 買了五磅的Potatoes 那除此之外呢 還買了一個叫做Nescap Instant Coffee 他的採購單裡面呢 有一個是雀巢的季龍咖啡 另外一個女生呢 他的採購單呢 是麥斯威爾的一個 就是傳統的那種滴滴滴式的這種咖啡 好 所以他就想知道說 我要推出這個Instant Coffee 大家會怎麼想 然後他怎麼問呢 他說你覺得這個婦女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女生 好 所以他有兩種採購單子 一種是全部都 所有的項目都一樣 唯一差別的是 其中一種是雀巢的Instant Coffee 另外一種是麥斯威爾的這種 滴滴滴的這種咖啡 好 所以他就問他說 欸這個採購單的這個女生 你覺得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婦女 讓樣本去想 好說 他的採購單是像這個樣子的女生 你覺得他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 好 所以呢 我們後來就 他的一個結論呢 欸 拿到麥斯威爾這個這個採購單的這個女生 就是他的採購單裡面是麥斯威爾 House Coffee的這個 他說呢 他覺得這個女生是一個非常practical 很很實際的 frugal就是很節儉的 而且他是個好的廚師 他就覺得這個女生呢 嗯 應該是很實際的一個女生 很節儉的一個女生 而且是一個好的廚師 好 但是呢 如果他的採購單上是雀巢 Instant Coffee的這個 這個採購單呢 他就覺得說 嗯 這個女生呢 是一個懶惰 好 而且不會計畫 好 不會精打細算 而且不是一個好太太 然後亂花錢 買雀巢 買雀巢 然後怎麼樣去 promote 然後怎麼樣去 promote 缺少咖啡怎麼樣去行銷他們的這個 激容咖啡 然後很方便啊 欸那個我們廣告都看到什麼啊 他有沒有在廣告啊 你們還記得嗎 你們還記得嗎 缺少咖啡的廣告 是什麼 是什麼 剛剛你講 再忙也要跟你喝一杯 再忙也要跟你喝一杯 那個是雀巢嗎 好 再忙也要跟你喝一杯 所以他長叫的是什麼 很快速你就可以享受到一杯咖啡 然後你很忙碌的生活裡面 很輕鬆就可以拿到一杯 就可以喝到一杯好的咖啡 然後跟朋友分享 所以他不會說家庭主婦在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可以接著家庭主婦多少時間 他不會用這種方式 他說他是以這種工作的這種訴求說 我很忙碌的工作生活裡面 欸我們可以幾兩十一時間來喝一杯 很好的咖啡 而且又不用大費周章 很快就可以喝到一個好的咖啡 他說他是以這種方式來訴求 他就不會說 讓你省多少錢啊 或讓你有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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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或是讓你有多方便啊什麼 不會以家庭主婦做訴求 這他們1950年 這是一個非常經典的 我們說用third person technique的一個方式 好你覺得這個女生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女生 你覺得這個女人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 好所以我們說這個叫做第三人稱的這種方式 好 好 那另外呢 還有我們叫做 最後我們要看的就是這種 Thematic Perception 我們叫做主題知覺的一種檢測 TAT 主題知覺的一種檢測 就是我給你看一個圖片 然後你告訴我他們兩個在講什麼 或是你告訴我那個女生在想什麼 你告訴我這個圖片 換句話說你從這個圖片裡面去 去知覺到它裡面的主題到底是什麼 這個我們叫做 Thematic Perception Test 好 所以通常 這種檢測的時候我們會給樣本呢 一些一個比較模擬兩個的圖片 好 然後在這裡面呢 我們是希望了解說它的一個想法到底是什麼 好 好 所以通常 研究人員呢就會問這個樣本說 好 你看到這個圖片之後 你覺得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 然後我們舉一個例子來看好了 好 比如說像這個我們課本的這個例子 有一個女生呢在打電腦 然後這個男生是站著這樣 他說 他說 Do you think we need to upgrade our 什麼 Word processing software 是不是 好 這在課本 這在課本的一百五十四頁 這個男生呢就問這個女生說 Do you think we need to upgrade our word processing software 我們需不需要更新我們的這個文書編輯的軟體呢 然後 通常 研究人員就拿這張圖片給樣本看 那你覺得 就會問這個樣本說 你覺得這個女生她會說什麼 好 你覺得這個女生會說什麼 好 所以她有可能會說 啊 我們一定需要 我們這個軟體在貪爛 或是我們根本不需要 我覺得現在很好用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其實 這個女生在想什麼 幾乎就是等於樣本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對不對 好 她只是不讓人說 欸你覺得我們公司要不要更新軟體 她不這樣問 她說你看啊 欸這兩個人 那你覺得這個女生會回答什麼呢 好 那給樣本的感覺說 你不是在問我 是在問那個女生喔 所以她會 她會講說 欸這個女生應該會覺得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好 所以我們說這個都是 呃 用一種間接投射影射的方式來收集資料 那對一些比較敏感的主題的時候 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 效果更好 好 那我們最後看一個例子喔 好 這個例子喔 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利用這個 DAT的這種方式 這個Hammerton這家公司呢 它是一個做鏈鋸的公司 做鋸子的公司 那有一次她就要推出一個新的鋸子 這種鋸子就可以來鋸數啊 然後他們是希望 不是給專業的人去鋸數 他的行銷對象是希望一般家庭 那在美國啊 因為他們家裡有庭院對不對 所以常常要做這種庭院的一個整理 所以 他這個鋸子呢 不是要賣給專業鋸數的這些人 而是希望一般家庭他們會去買 然後對他們在做圓意的時候可以來使用 好 所以他們想要推出這樣的一個鋸子 就是給Hubby user 就是一般的Casual的使用者 不是那種專業的人 那他就 通常我們在做這種TAT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 像剛剛課本是只有一個圖片對不對 但是這裡呢 會有四個圖片 一系列的圖片 那通常呢 我們會給樣本 好 像這張圖片是第一個圖片 這是有一棵樹對不對 然後一個男生呢 看著這棵樹 好 那我們就會問樣本一個問題 比如說有一個男生呢 這個男人呢 他正在考慮要不要買鋸子 他現在看到這棵樹對不對 他正在考慮要不要買鋸子 好 如果他是你的鄰居 你認為他現在正在想什麼 好 所以他會這樣子問 好 所以呢 這個Hamilton呢 就請了這個研究人員呢 幫他做了一個研究 他們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做 好像說說 一個男生 你看看這個男生 旁邊有一個大樹 然後看他正想要買鋸子 正在考慮要不要買鋸子 那如果這個男生是你的鄰居 你覺得他在想什麼 好 這個我們就問這個樣本 那同學 你覺得這個人 這個男人在想什麼 好 這個同學真的是很好的典範 好 黃一貞請說 我家的樹長到他那邊 他很爽 結果我家的樹長到他們家啊 蛤 那個鄰居 他是你的鄰居 他在想說 我們家的樹長到別家去了 我們又把他砍掉這樣 蛤 蛤 這個男生在想這麼多複雜的事情 這個男人看了那個樹 就想到那麼多了 好 還有沒有別的 來一個男人告訴我們 他在想什麼 好 OK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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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蓋一個樹屋 所以他在 欸 同學我的問題是說 一個男人正在考慮要不要買鋸子 那你覺得他在想什麼 你看這個男人現在正在想什麼 他在想我要不要蓋一個樹屋這樣子 是不是 所以 他把那個 要用到鋸子嗎 買 蓋樹屋要用到鋸子 好 還有沒有別的 還有沒有別的 這個男生在想什麼 我那個惡鄰居 他肯定會把我這棵樹砍掉 是不是 還是我是惡鄰居 我要去把他的樹砍掉 好 他會想說我要去哪裡買鋸子 他在考慮要不要買鋸子 他第一個會想說 我要去哪裡買鋸子 是不是 好還有呢 楊誠齁 買多大鋸子 所以你覺得他一定要買嗎 蛤 對啊 多大兩個 你認為說他一定要買對不對 所以 要不要啊 所以可能要或不要啊 所以你覺得他 我要買鋸子 而且我要買多大的鋸子才可以 是不是 他還考慮要買手動的鋸子 為什麼 手動的鋸子 你看我要買一個手動的好呢 還是 所以你們都認為說這個男生已經決定要買了 是這樣嗎 那你看到那個樹那麼大 那你看到那個樹那麼大 你會想說我自己來買鋸子嗎 會不會超 買鋸子給別人鋸啊 買鋸子給別人鋸啊 給誰鋸啊 給你鄰居鋸嗎 好 買鋸子送給你的鄰居 就是 拉了去啊 好 所以這個是 第一個他就在想說 這個男生喔 正在考慮要不要買 他到底在想些什麼事情 好 他就想到說 一個男生看到一個這麼顆 這麼這樣的一顆樹 他到底會不會要去買 如果他要買的時候 他會想一些什麼 好 所以就這張圖片 然後第二張圖片呢 他的意思就是說 欸你看這個男生喔 跟一個業務員在聊天 賣聚職的業務員在聊天 對不對 他已經考慮要去買了 所以他跟那個業務員在聊天 那請問一下 他跟業務員在說些什麼 我們就問樣本說 你看了這張圖片 這個是這個男生 跟那個業務員 兩個人在聊天 好在談 那你覺得他們兩個人 在聊天的內容是什麼 同學你覺得他們兩個人 在講什麼 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你覺得他們兩個人 在講什麼 業務員跟這個客戶 兩個人在講些什麼 你覺得呢